这只腕表是非常难得抢到的 能够见到这个食物 我自己都有一点小激动 腕表流行力天速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刘李 这位是康老师 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康老师是大名鼎鼎的资深媒体人 新看到我们节目 我给简单介绍一下 康老师是中国钟表网 欧洲事务总经理 同时也是中国文物学会 钟表专业委员会的理事 你也是 今天很荣幸 请到了康老师 给我们讲讲浪琴 浪琴是最受欢迎的瑞士表 我发现不管是小白 还是资深发烧友 都知道浪琴这个品牌 如果打算买一块瑞士名表 又没有时间去潜水的话 买浪琴是最保险的 对 这个浪琴的它这个表款 分布也比较宽 总能找到一款自己喜欢的 对 正装的 运动的 专业 航空的 潜水的 都有相应的产品 还有一些复杂的机械结构 比如说即时 月香 非凡这些 都能够在浪琴的产品 找到对应的非常好的作品 说到浪琴 你想到的是哪些款 打在弹幕里 看看哪个系列得票最多 今年正好是浪琴表 创立190周年 一直坚持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 持续创新 一说敢为人先 很多表一定往那个方向去想 比如说浪琴发明了 什么钟表上的什么功能 但那些都属于浪琴的 另外一个特征 就是追求卓越 其实在190年中 大家可以想象 历史的进程 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所以在这190年中 特别是19世纪 60年代左右的时候 浪琴成了世界上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 甚至可以说 拯救了瑞士的钟表业 对 因为那时候浪琴 在那个新制建厂之前 整个瑞士手表业 还叫钟表社 所有品牌都那样 没有例外 当时的瑞士钟表品牌 更像是一个贸易公司 向自己的签约的制表师 去订相应的产品 或者是零不见 然后变成整表以后 在欧洲范围进行售卖 这是整个瑞士制表业 在19世纪中叶的 一个普遍的形态 对 这里面有一个知识点 就是在1867年的时候 第一支浪琴表 就已经销售到了 遥远的中国市场 这个是他在新厂组装出来的 我呢就是研究了一下 第一支浪琴表远销中国 跟浪琴表的第二代掌舵人 富浪琴昂先生构建 当时的现代化浪琴大厂房 几乎是同时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背景 大家都知道瑞士有个地方叫拉绍德峰 一排排多层建筑 里面满满都是手工作坊 现在变成了世界遗产了 这个制表制度 有一个核心的词就是手工作坊 所以那个时候 如果有人想提出搞机械化 那不是猜我们的炉灶吗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群众的这个阻力有多大 所以没办法浪琴在索伊米亚选址 因为周边没有传统势力 可以这么说吧 让瑞士重表业能够活下来 不然的话 咱还玩什么手表 特地改变了瑞士制表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在19世纪中后期 制造一支表要比今天困难得多 当时想得到一块表 挺不容易的 不光是售价的问题 而是说这个表 能不能被做出来的问题 所以弗浪琴昂当时 在构建现代化的浪琴大厂房的时候 他的内心的宏愿 就是为世界上每一个人制造卓越的钟表 听康老师这么一讲 我感觉我们对浪琴的品牌 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了 其实从实现机械化生产的创想 到领先实用计时的研发 从陪伴探险先锋 完成时代壮子 到见证运动传奇 成就辉煌时刻 浪琴表早在1954年 就做出了第一支便携式的始营中 打破了一连串的走时精度世界纪录 对 你像连拔 先行者 苏鲁世间 都有历史上陪伴探险的原型 浪琴这个品牌 就像一个神话里的英雄 直面挑战 而且优雅同行 对 这个就是浪琴表 190周年的特别纪念款万表 真想拿在手上玩耍一下 你先等一下 康老师 我先给你提个问题 你说浪琴有这么多系列 你觉得哪个系列最能代表浪琴 我觉得浪琴的系列 都能代表品牌的精神 但是在我心里面最喜欢的 肯定是名将系列 那现在咱们就上手浪琴名将 190的钢款 据我了解 还有黄金款和玫瑰金款 这个其实我也特别期待 不过特别可惜 拿不到实物 特别紧俏 对 不过咱们一会给观众也介绍一下吧 金刚款 黄金款和玫瑰金款 贵金属材质的 各限量发行190枚 直径是40毫米的圆形表壳 标志性的浪琴造型 银色喷纱的表盘 这个表盘上仔细观看 会发现精巧的 复古转刻阿拉伯数字石标 这个石标还是非常有特点 贵金属款是 深灰色的颗粒表盘 灰色拉丝表盘 这个转刻石标 是今年新款浪琴中 最大的亮点 一般的石标 无非是印刷或者是相贴上去 但这转刻呢 是一种减法设计 但是又增加了 表盘的表现力 有立体感 还有丰富的光泽 我是最近研究logo设计时 才注意到这种手法的 相当于呢 利用负面空间的创作 表现力很强 然后我仔细观察吧 在某些特定的角度 这个转刻石标 又仿佛是突出了表盘 是立体的这种造型 没错 没错 它转刻的时候呢 产生两个面 从有些角度看起来 那两个面就形成了一个立体感 这个石标呢 非常的选妙 越看越有味道 对 所以玫瑰金款和金款呢 就是优雅的玫瑰金色和金色的指针 透明表备 刻190周年纪念文字 这款表的表袋呢 是触感柔软的烟灰色提格表袋 非常拥有上层的质感 戴在手腕上 感觉浑然一体 资深表友 一定关心这款表的机芯啊 这款表的机芯 是浪琴专属机械机芯 拥有硅油丝 硅油丝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说具有防磁性 不会被生活中遇到的磁场所侵扰 而且它的稳定性 寿命都比金属油丝要长 说得太好了 金刚款呢 既可以做职场通勤表 也可以在盛中场合佩戴 贵金属款通勤也行 但是您必须得有司机 起码得是坐网约车吧 盛装场合更不用说了 但是我觉得呢 贵金属表更能体现浪琴表 190周年的悠久历史 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 说到收藏价值啊 190这块限量是全球分配的啊 浪琴表名将系列 19周年纪念款万表中呢 中国即将售卖的万表编号有这些啊 黄金款限量编号有6 8 9 16 18 26 刘老师好像还少说了一个数字 19 哦对了还有19 玫瑰金款限量编号呢是 6 9 16 18 19 26 楼了28号 哦对了还有28 康老师也真实在 这两号红电台是为了给我的朋友私藏的 我这是公事公办呢 想要19号和28号那两位朋友啊 我只能帮到你这里了 赶紧到浪琴专柜 说出你想要的编号 先到先得啊 你知道我的一些喜欢表的朋友 他们说什么吗 要争取买到浪琴名将190 好好珍藏 等着十年后去参加浪琴表200周年大庆 嗯值得期待 要说优雅还得看名将 也是啊 不过我觉得作为名将190周年纪念版 不管是金刚款还是贵金属款 优雅的表壳和独特的眷刻石标 是浪琴190周年历史的浓缩和提炼 我总结啊 贵金属款有这么几个优势 一个是稀有 说是黄金和玫瑰金各190枚啊 但全世界的表迷都在抢 二是美丽 优雅的外形 和谐的比例 奢华的减法 无法眷刻石标 一看到这种字啊 就想到一个金匠用它的刻刀 撞刻的画面 不管过了多少年 你看到这个表都能体会到 与这位金匠神交的那种感觉 而且呢 这款表用的是浪琴专属机器 一共五年至宝 它动力储备时间还挺长的 是真正可以实现周末无忧的 周末无忧啊 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啊 下一次的纪念版要等十年 你看这40毫米之镜啊 适合绝大多数人的手腕 它这个壳形非常的优雅 具有近乎完美的曲线 浪琴啊是从不炫耀超薄 但是浪琴的表呢 总是图级中最薄的 业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啊 薄等于优雅 高级的面料都是鲜薄优雅的 薄的表配正装呢 还是比较和谐的 浪琴说是优雅同行啊 从表壳设计 机心的选择 都已经替你考虑到了 所以嘛 认同优雅风格的朋友 一定要选一支浪琴表 同意 浪琴名将190周年限量款万表 就先介绍这里 感谢康老师的亲情奉献 大家喜欢我们这种风格吗 欢迎大家把你们的所有意见 都留在弹幕里 或者发到评论区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感谢大家 下次见 谢谢康老师 谢谢